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熊貓民道,記得 點 點下,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追蹤我IG,LBR還有追蹤 然後我們繼續遊玩天龍八部,我們先解直線,呃 支線任務 這下雷陣,貴重人士 熊熊台可有在公布欄上有言 唉,久仰 我確實有在公布欄有言 不過,我不太喜歡你 趕快離開吧 唉,他不喜歡我 蘇州城市三名水秀 我們要給他那個 物品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戒指吧 照下雷陣,貴重人士 前輩可認識這枚戒指 這,這,這是 動,動手吧 殊勝殊負 也未可知 這下難受張島主之託,來尋訪長刀密處 並無為難前輩之一 那這枚戒指有什麼好意呢 無論貪生怕死洩漏魔刀的長處 造成聖女塗炭 致死又如何果活呢 這枚戒指 這枚戒指不是你們叔子倆的信物嗎 尊職招呼我危險 虛擁持刀自保 又怎麼會傷害無辜呢 這枚戒指 是我所有 大哥之其子 大哥之其子達夫胸懷也信 致死亦不肯告諸 魔刀長處 小賊便逼用我和二哥 肌肉中手指為他切斷 戒指也就此以示 我倆沈迷處自傳張子 小賊將性癮 將以哪怕我屈出魔刀來對付 便將我兄弟倆租出玄冥島 且遲到會善禍人心相惡 在下敬為他所利用 糟了 張道主已去行走尊凶 回廟 行物長跟我小賊所害 我得趕快去助我二哥 萬前輩暗家下將功贖罪 讓雷母同行 多謝雷少侠 我們就去十字口救人吧 二哥小賊竟然二哥傷成這樣 我就算活出性命也不放過他 你是 我們將功名的 幾次 一定我 一個 這也沒血了 二哥 小弟來晚了 二哥 老前輩 人死不能復生 你 目顧 過度想 感傷 感傷 少侠受贏聲勢 我得也留下精力 對付這個小賊 我被有點不解 在前面生前跟著他說過 跑到只有刀主知道場處 刀主死又不知 二哥的息骨之人 劫如失所 為的是以能殺害小賊 在下深感愧疚 能奢望少侠能住一臂之地 清靈門戶 這才為劍人所利用 尊雄之此難以此 難以此其求 能否自當助前輩 手刃賤賊賊 多謝少侠 不過小賊無功高強 你我合力一口不敵 除非隱魔刀 前輩正要弄 祖傳寶刀 長殺同性 夠不了這麼多了 且深套逆賊和長殺同性 也不能狂為硬坦 我們快進去玄冥島 維護魔刀開封 傳家 請站我們去玄冥島 魔刀是草原樹洞蟲 其中的疾管小賊 知識不知 雷少侠記憶 你沒有助我 這把血量 就贈於少侠 哈哈 少侠多謝 請將本島祖傳寶告的歸還吧 我定 一諾仇謝 雷震 你們竟敢騙我 原來你們找到創通好了 前面莫誤會 咱們都給這奸賊算計了 我就殺了這些惡毒 為前面報仇 沒想到雷少侠如此不明事 你 我也找不客氣 來啊 誰怕誰 我想說 讓他放個招式 因為我怕 我一放 他一 哇這麼強喔 不行不行 我先放 呵呵 有一點 有一點強 有一點強 哇GG 等一下他是不是有點強 嚇唬 普通攻擊才10b 沒關係 他中這個屬性 還好的 他血量不多 我差點誤會了雷少俠 前面莫這麼說 除此奸血的狂人 也是為武林處於大海 奸血 你手持摸刀 也稱奸血之人 刀的本身豈有鎮魔之分 吃者鎮刀鎮 吃者鎮刀鎮 你若不是說摸刀骨貨 就總會對我出手 小蘇之死也廢我本意 我也是處理自保 人既已死 我便順隨推奏 胡說八道 你傷害同期長輩 違背人倫 不論手持什麼刀 我都會取你性命 哈哈哈哈 包偷戰機 那 來得照炒會 就這樣被逃走了 糟了 給小賊逃了 無論如何 都要謝謝雷少俠的幫忙 好 好 我們看一下這把鞋刀帶有多強啊 攻擊力量65 喔 蠻高的 OK 蠻強的 真的蠻強的 金飛武林陣道治療所用之兵器 川尾下落不免 有數十年之久 是 以令人身為的兵器 好 我們這次應該可以打贏他了 打贏他才會拿到道具 哇 這麼強 還是這麼強 喔 一戳 蹤靈就死了 這麼強 不會是劍神 可是我不想學天爐窮爐啊 好走吧 下次再來挑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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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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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哎 很練功很花時間呢 好 雖然沒有拿到這些武器 武器其實沒關係 還是可以贏 還是可以打贏這個最終遊戲的BOSS 反正最重要的兩個要拿到就對了 最重要的兩個要拿到就對了 最重要的一個啦 至少這一個要拿到 這是八部神威一定要拿到 這是必拿的 龍行五連也必拿 其他都我覺得都還好 看一下好確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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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ロス 好 好 好 他不那麼解 我都叫聲望了 解他的任務可以拿到那個 我跟大家講一下 會拿到什麼呢 煞行 一個裝備叫煞行 我靠 點聲望 點牌子之前 聲望就要低了是不是 沒關係那我先去蘇州 氣死我了 唉 不要蟲鹿了我好累喔 上次蟲鹿都要花一大堆時間了 不要不要這樣折磨我啦 大家放過我吧 好不好 大家就這樣放過我了 反正至少我們要拿到八部神威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我好累喔 給我買個血龍果好了 血龍果 唉他沒賣好吧 你竟然沒賣血龍果 先去蘇州 唉對了先去蘇州之前要先去被那個 打那個風波2 我這次應該打得贏了吧 我是不是要先去補血 先去補血好了 先去蘇州也行啊 唉不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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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蘇州 這邊一個 就是要跳河的這位 要跳河的這位 OK這邊選一下你死了 OK這邊選一下你死了 要選哪一個 你怎麼冷心 你怎麼冷心 這麼一跳再也見不到小兒子天真無形的樣子呢 雖然小兒子心致有一些障礙 但可愛的模樣 煞死的人了臉 你這麼一走 你的父母會傷心的 我緊張失敗 讓父母丟起眼面 我對不起他們啊 不管兒子如何 在父母心中 永遠是自己的好孩子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剩下你一小時 父親欠你的小手 但你去市集的刑警 我永遠忘不了 爹讓我坐在他肩上 但是我變得好高 不如遠到塔蝦 逆行發展 為了家人有錢 照顧不辭 你真是叫我跑路了 肥也 這是為了有用自身 將來東山再起了圈移自己 公子雖然盛盛 不是尊心大名 照下雷陣 貴州人士 我身上什麼也沒有 只有這不知是什麼東西 好像叫玉窘 請大家收下 我將來已經闖出名堂 一定好好報答 好 OK 我們拯救了一名 要跳河的 人 做了一個善事 拿到一個 不會凑齊的聖道霸祥的其中一器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 德隊之處請多包涵 時才不是一直答應 再來 贏啦 雷少俠的武藝 果然並不虛少 瘋魔甘霸小瘋 在尊聖場 請少俠收下 來日在盜 耶 贏了 終於可以解了 最近何時需要再下幫忙 火火老闆弄到一匹上好的何整玉 這批玉架水連城 等等 熊塔可是要我去偷東西 吃了偷進魔果之士 素能相助 雷老帝誤會 大當波形式關門聯絡 只能偷 我們當然是去搶 用搶的同樣我被震到 不符合我的原則 雷老帝不是以向惩惡福樂為己任 這貨物老闆是大奸商 這批職力存盡 貨物老闆就是獵品 以健將買入 這大奸商不曉得騙多少人 我們快走吧 我先到貨物等少俠 唉 可惜啊 拿不到完整的 完整的 聖州六七其中一七 我還解他幹嘛 解辛酸的嘛 在哪裡啊 貨物老闆 貨物老闆 城內下方的貨物 城內下方 喔這裡 唉 心好累喔 快點把那批合整個招架 刀子是不長眼的 那批玉不在我這 我看你是不要命的 我說真的啊 那批玉我已經賣給 市地上的柯老頭了 走 去哪裡 雷老爹 我們去找柯老頭 唉 你怎麼把我心事交出來 光復人知道可麻煩 讓我們把這奸商殺了的滅口 再去找柯老頭 我為什麼也沒聽見 罷了 他這名字還沒寫出去 但是我們去找柯老頭幹嘛 來這還不是為了教訓這奸商嗎 沒導力有所不知啊 這柯老頭對他嚇人比狗還不如 如果被犯了一點錯 他被施與毒打 腰狂殺我自射 他就 沒導力說得對 我們現在就找這柯老賊 我先到市集一步 欸 我們你 我們 到 那裡的 到底 2位Ru 要買什麼東西嗎 嗨 裝傻 上司儆��는老賊 auto 我做了什麼嗎 老師 我一個應付就可以了 唉唷我會啊 快買奈送 一盒子已經澆出來了 我給你辯職 幹嘛打人呢 我們二一天做五路河 今日所謂其實未踩 你留著吧 那我這煞星請你收下吧 都不是給你放過我了吧 影者 你以後可還敢寧願下人 什麼 我從來沒雇用奴婢啊 沒有你 我也是先走了 被騙了 被騙了 招裝的肥勒 ok 拿一個 湊不齊的 裝備 合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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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禦加8 哦這個蠻強的 哎 好啦 嗯 始祖是雷少俠吧 是啊 這個師父怎麼認得在下 說我雷少俠的仗義極見 在下乃靖隱珍小珍 靖隱仕小珍 法號自圓 尤其是關心本世的聲譽 誤請雷始祖相助 貴司發生什麼大事呢 說得慚愧 本世龍之大師成名武學 不習佛法 甚至修煉邪門外道 大師不知為何往往 聖夜出事 小珍惜 好 我念不完 我就是 我就是去 承諸二者 師弟 我想閉關殘袖 請見人本世方丈吧 萬不得 師兄 真的全是哀哉 這龍血 師弟受不起 師兄要閉關 禁止管去 室內三下 為代位處理 龍之大師 別再欣欣做態 等放上之外 不正是你所願嗎 師祖出口咄咄逼爛 不知所為何了 載下雷鎮 貴州人士 身後龍之大師 再上無辜 特來出海 腦納車載 念佛 從不殺身 師祖 真說我傷疾無辜 你不修正道 今天邪派的功夫 放正大師 此人意圖不軌 拆下來為貴師出海 此法上且慢 師祖的消息 從何而來 貴師的一位小鎮 法號致遠 他身後龍之大師 眾多兒目 師祖不敢 訴諸師長 本是法號 被分為龍會達順 總會有自備的弟子 定是會通之涅徒 戒去師祖的武功 便想先下毒手 狂我受他一身濟飲 喝酒禁受 已是罪大惡禁 還想以下犯上 萬倍師祢 先先遭惡徒利用 請在下 讓在下招毀這小鎮回來認罪 不 不是 主角怎麼 主角怎麼會是 聽心一人之言 然後馬上見風轉舵呢 呵呵 你才是賊陣 你真陰險 大逆不倒 罪該萬死 小鎮 也是為了保全幾身啊 前龍物用 會搶嗎 我記得他攻擊的招式蠻弱的啊 可能我沒有練蠻過啦 因為我就是用北面深攻的 別殺我 我給你五千兩 放過我吧 你的遮罰 當然叫我放張法魯 跟我走 回頭 你身方九戒射戒 鮮血清雷師祖自首 犯殺戒 抵當中棍兩百百 諸出本事 師弟 你明明說呢 萬物得諸出本事 弄他危害鄉底 欺負是我們的罪過 我罪不可勝 叫我諸出本事吧 也又不等你 渡血師徒裝回涅土 在太極十三世 就傳授少俠 鬼通 你就跟著我去閉關吧 室內上下 還要一起四地照料 師兄請放心 呵呵 OK又學到一個 太極十三世 是 就這樣 惡斯蒂啊 你戴乎之首 你本派重寶招欠 該說如何處罰 這邊有唸過對不對 這邊就不唸了 懶得唸了 我怎麼覺得我還是打不贏啊 我記得他那時候一招都幫我給鳥了 我記得他那時候一招都幫我給鳥了 總覺得打不贏 我贏啦 靠毒孢子贏啦 連整植物雷大俠 應該叫大師哥才對 再還行刺了作惡多段 直接殺了他 太平壹他了 非得臨子七天氣也不可 我只為救了 並不想殺人了 大師哥狹義為華 忍得之心 可比搖順 總會殺人了 多謝大師哥救命者 這邪虧盡 難本門內功信法 就交給大師哥你了 莫名其妄被大師哥 內蒙有所江湖 行事隨行 並無依交入鬼牌 更別說出我們大師哥了 雷大俠無依當大師哥 新修派公務 公務農村之處 在下 先告辭 請當大師哥吧 我因為大師哥 上刀山 下游過 呸 大師哥乃神仙化身 正問受地獄之請 我因為大師哥兩類插到 在手不洗 那你趕快給我插 現在就給我插 莫再多言 就是一別 你們剛才要誰做大師哥啊 我等方才乃是炸 七敵啊 大師哥不敵 我們只要也願意擊走他 大師哥折磨不敵 大師哥不想讓本派 與人結怨 各位讓他的 互說 大師哥拿佛祖化身 松口逃不住手軟心 何況是那小賊 又怕和誰結怨 是啊 大師哥像佛祖一樣 慈悲為華 才各位老小賊一命 你想活命 就給我住口 快去把東西給找回來 呵呵呵呵 這些人哦 化工大法 凝神路 最上方的骷髏 對 哪裡啊 這裡 拿到化工大法秘籍 學 學 嗯 這邊應該是沒東西了 化工大法是不是跟洛比成兵 合在一起比較好 我等一下再研究研究 好啦 拿到 好 進圖線啊 那 黑 只是 換到 來 吃 喝 吃 吃 看 蓝蛾公子人中龙凤 小生与你无怨无怯 七感三残 在中间上有一个羊群七面的法子 公子只需向金文突破一无一落地写出来 小生自己也绝不看上一脸 立即顾缝拿去载慕龙先生目前活化 聊死疏远 救护士大师 你这段话是骗不倒我的 阿弥陀佛 小生对慕龙先生当年一诺尚且如此信守 岂肯为走此一诺令回一诺呢 你说当你对慕龙先生有此诺言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 你找到六脉神剑的剑谱 自己并未戏读一番 是否还要去慕龙先生目前焚化 谁也不知 就像这样焚化 你大师聪明才是读个极片之后 且我记不住的 说不定还怕记错 要别入副本 然后再去焚化 你我君是佛门弟子 此可如此乎冤枉 罪过罪过 小人迫不得已 只好一误逼迫公子 我不写此经 你终不死心 舍不得便杀我 我躺着写得出来 你怎么还能让我活着 我写经变成自杀 哼 何必缺你性命 只要缠你肢体 你就得后悔忠诚 断公子还是三死 早就在剑谱写了 哈 引入商场我肢体 我恨你 恨你切骨 写出来的剑谱 定是不知所隐 这样吧 反正我写的剑谱 也要拿去慕龙先生 目前焚化 你说会一起顾风 就不看他一眼 事对的事错 跟你并不相干 我胡乱书写 不过是我骗了慕龙先生的阴魂 他在阴间阴场走火怒魔 自觉鬼慢 也不会来怪你 賊小子 佛爷好意 让你姓名 你偏执迷不悟 只有你拿去 哪里去默奏 现成目前分哨 你心中所记得剑谱 我临死之时 造战剑法 故意多记错几招 对 就是这个主意 打从此刻起 我拼命记错 越记越错 到了后来 因为我自己也是搞不清楚 你 哼 走吧 波秒秒柳依依 孤春翻山园 邪日信花飞 等我找到燕子无昌何壮 你就死到灵头 看你是 是不是还有真的 先情意志 零死场池 浮月色身无常 无常疾苦 天下无不死之人 最过你不够多活几年 又有什么开心的呢 啊 雷兄 你也来了 盾兄 武娜和尚 你快要放在这位公公子 雷兄 这位大师 单身一人 打败我伯父和大理的无畏高手 将我擒乃 他是慕容先生的知好交友 要将我在慕容先生的目前焚烧为绩 你的故事慕容毫不相干 对我给斗 大和尚 你快将人给放了 真要动手吗 除非你把人给放了 不自量力 毒包子 毒 毒包子 哦 玛丽哥得奖了 戏剧节目 蓝配角奖 诶 我要赢了哦 哇 四万六诶 诶大哥 是来天啊那河山要找燕植屋 不许他可能将斗哥 带着那河 嗯 水啦 毒包子好厉害哦 啊 又哪个公子 竟然不会同这位大师父一样 来击巴老爷的吗 阿比姑娘 这位是雷公子 他是来找我的 哦 龙氏段公子的朋友 今天真是热闹 来了这么多人啊 小人 孙上包 见过各位 大师父 你老人家要我们到老爷目前去包祭 我们实在感激自己 可公子也出门去 没人还你 他也不够攻击 带公子也回来 小人进行大师父正方心意转告病死 我和你家老爷当年的窗边相时谈论武功 彼此佩服 结成好友 也想到天度奇才 是我这种庸碌之辈 物质在世上投神 你家老爷却拒负西方极乐 我从土方国来到中途 只不过为固有行众 要去他目前一拜 也没有人欢迎 也没有什么打紧 大师父即使我家老爷生前自家好友 自闭知道老爷的脾气 我家老爷最怕有了上门包房 他说来到我们府中 不是来寻仇盛世 不是来包私求义 付下一等的 则是来抽风讨钱 他说和尚凝固更靠不住 啊哎呀对不住 只能闲诈者诚信者少 慕容先生不愿跟俗人结交 确然是应当的 我和慕容先生知己 实实在在 这件事小人做不起主 弄之为被老爷一验 公子也回家查问起来 可不是打断小人腿吗 这样吧 我请老太太拿个主意 老太太 是哪一位老太太 慕容老太太 是回家老爷祖母 每逢老爷的朋友来到 都是想要磕手心理的 公子不在家 什么事都给请示老太太了 如此甚好 请你向老太太听告 说是土方国 救命魔智 向老夫人请安 大师傅太客气了 我们可不敢当 哼 阿比 是你家老爷的朋友来了吗 是啊 这位大师傅一下 拜祭老爷 老夫人你好 老夫人你好 老师人少 你这河上 不是冒充的 嘿 阿比 是有人犯个屁吗 太太 不是的 是这位贯兔子笑了一声 断 什么东西断了 不是断了 人家姓断 断家的公子 嗯 公子长 公子短的 你从招到晚 便是记着挂着你家公子 老太太耳朵物理 讲心话 要千丝反腾 老太太 我有句话跟你说 我有一个子女儿 最是聪明理念不够 可是却以顽皮透顶 他最爱扮小鹅玩 今天办公的 明天办母的 还会变把姓呢 老太太今天他一定很喜欢 可惜就是没带他老人 带他来像你老人家磕头 乖孩子 乖孩子 我超过没见过像你这么鸡 精怪的孩子 乖孩子 乖孩子没多口 老太太定有好处给你 阿贝姐姐 你有准复还有一位阿猪姐姐 他 可是跟你一般美丽俊阳吗 唉呦 我这种丑八怪算了 阿猪姐姐 坦着听得你指梗问法 一定焦光物开心灾 我怎能比上人家呢 阿猪姐姐 比我整齐十倍 比你俊美十倍 事实上当武器的 除非是那位玉洞仙子 只要是跟你差不多 也是所有的美人了 老夫人 等你回话 三人要你 下山 下山化射讨好我 老夫人本来 必定是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 老夫人尽可放心 再下见到村府 一切但凭老夫人的吩咐便是 乖孩子 大和尚 听说一下 瞧我侄儿的坟墓 你要偷到什么宝贝阿 小贞与木龙先生是自家好友 我认识他事实的恶好 特地从土方国赶来 要让他目前一半 小贞生前 贞与木龙先生有约 要取得大理断食 六脉神经的剑谱 送与木龙先生一贯 迟约不见 六脉神经的剑谱取得怎样 取物到又怎样 当年木龙先生与小贞约定 只需小贞取得六脉神经的剑谱 给他观看几天 就让小贞在专服 环石水壳看几天的书 什么西饭水饺 你要香格米西饭 鸡汤水饺吗 那那容易 你是出家人 吃了昏心吗 这位老太太也不是真糊涂 还是小糊涂 如此巨人欠你之外 岂不令人心来 你的新娘了 阿B 你去做碗热热的鸡鸭血汤 给大师傅软软心肺 大师傅勿吃昏剑 阿 那该怎么办 整年我买神剑剑谱小生是带来的 因此兜坛要一朝九月 到尊府环石水哥 去观看图书 莫老爷 已经故事在 一来口说无品 二来大师傅带来这剑本 我们这里也没人看得懂 从前有场就约的 自然是一概无效 谁要问剑谱在哪里 先给我瞧瞧是真还是假 只会断冬子的心理 寄打全套六脉神剑剑谱 我带他仍来 就是同代的剑谱一样 我还到这有什么剑谱呢 原来大师傅是缩笑的 小生何敢缩笑 按牛脉神剑的原本剑谱 已在大利天龙失踪 为古龙大师所毁 幸好段公子原本本 原原本本的记得 段公子记得是观公子的事 正是到皇师水哥叛书 也当请段公子去 同大师傅有相干 小生我也见席日之约 要将观公子在墓前烧化了 大师傅这不是讲笑话吗 好多那一个人 哪能 哪能剥你随便烧化 小生要烧弱他 让他也抗拒不得 大师傅说观公子 心中记得那全部六脉神剑剑谱 可见的全是虾山画师 想这六脉神剑是何等厉害的功夫 段公子常怒正会使这套剑法 又怎能呛服于你 姑娘子其实奇异不知弃 段公子被我点中的穴道 全身内心死不出来 我副半 半点也不想起 引到解开冠公子的穴道 叫他施展六脉神剑看看 我瞧你九成九是在说谎 很好 可以一试 段公子 莫闹夫人 不幸恋惠六脉神剑 请你一试伸手 我什么武功也不会 傅家什么 傅家不会什么七曼神剑八曼神道 段公子何必过险 大力段是高手中 你你武功低 当是除了木工公子和区区在下之外 人胜过你之法寥寥无几 姑叔慕容府闪来天下无学的福库 你施展几手 老太太指点指点 大和尚 一路上对我好胜无礼 将我狠脱子 顺体道意的带来将来 我本不想跟你多说一句话 那大老故事 见到这般医人的美景 几位神仙一般的姑娘 我心中一口怨气倒也消了 他们从此一刀两怪 谁也不用理谁 公子不肯施展六脉神剑 那不是显得我说话无信吗 你本来就是信口开合吗 你借以木龙先生有约 为何不早就到大里亚去剑谱 却等到木龙先死先死后 死无对证这才到木龙府来 我瞧你啊 来自欣目 姑 姑叔木龙武师 武功高强 你也照顾一派谎话 想骗倒三台 与你到长苏格仲 去偷看木龙室的全境剑谱 你也不想想人家记忆在武林中 有这么大的名头 难道你这一点出钱法门也不懂 塔诺也只凭这一番花眼巧语 并且骗到木龙室的悟空命拳 接下来骗子还少得了吗 谁又不会来这么胡说八道一番 冠公子猜测不对 小镇木龙先死定约水酒 但以小镇闭关休息的火焰刀功夫 九年来足不出乎 不可千万大礼 小镇的火焰刀功夫要是虐言不成功 这次便不能全身而出天龙室 大和尚 你名气也有了 权威也有了 武功这般高强 他太平平在土放了出你的护国法皇 岂不妙哉 会被大家拿来骗人 公子倘若不可施展六脉神剑 莫怪小镇无礼 你早就无礼过了 难道还什么负无礼的 最后只一套叫我杀人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 砍刀 段公子宁可送了新命也不出手 贪疼爱欲吃 大和尚也一应俱全 竟然万之火门高增 但是烂得虚明 说不得 我先上慕容府上一个小丫头立位 哎呀 阿珠 阿比 阿珠姐 好啊 落出马角 天下竟有十六七岁老夫人 你们到底想骗和尚到几时 阿珠阿比两位急的快倒 大和尚 在你叫你高兆 雷兄 我来帮你 等等段兄 你不用帮 你不用帮 我来就好 我为他吃包子就赢了 好吃吗 这个包子 而且会用就会被烧掉 当然不能用阿 大师 包子好吃吗 大家想看他的火焰刀吗 应该是不想吧 我怕他一用我就死了 所以还是不要给他机会用 加上去死 哎 赢了 靠这个Bug 又生 又生三胆 哼 你这个姑娘不必装神弄鬼 苦上知识 到底有谁做什么 断空之系统极有全套六脉神经剑谱 指他不会武功难以使用 没能够把他在木楼县子目前焚了 木楼县子地下火之 只会明把老友补不当年之愿 好吧 大和尚的话我们信了 我姐妹会亲自送大和尚和公子去扫墓 列位请气息片刻 我去换回装扮 阿兹姐姐 你这样一个小美人 然为你把老太太扮得这么像 只不过我猜的不太对了 什么事猜错了 我早就知道姐姐跟阿B姐姐一般 也是一位天下少见的美人 隔在我心中 就让姐姐想跟阿B姐姐差不多 拿到这一见面 这个 原来远远远远远挤上阿B 你今天比我胜过十倍 大吃一惊是不是 都不是 不只觉得老天女的本事 当成另一位大为钦佩 他去挖空心思 造了阿B姐这样一个美人出来 江南的灵秀之气 刚刚是一举用的干干净净的 然而是又能造一位阿猪姐姐 两个项目全然不同 却各有各的好看 在我想赞美几句 却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嘿 你油嘴滑舌 站得那人大片 反而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阿B 你说该刚刚讲他些什么才好呢 段公子有什么吩咐 我们自当尽力 什么讲不讲的 我们做丫头的配吗 哎呦 你这张嘴真的要讨好人家 怪不得人人都说你好 说我坏 温柔斯文 火波凛逸 两位一般的好 阿B姐姐 我刚才听你在软边上弹奏 是感性化的神仪 相信用真的乐器来弹奏一曲 明天就算给这位大和尚烧尽灰烬 也就不许此生了 这番公子 误判难听 自当献丑 已渝加冰 段公子 您请过来看看 可是有这是什么情 这九旋情 我证明到是第一次见的 听听这情音如何 原来有暗门 希望断墙能够平安逃脱 哎 是谁 是谁 好大胆 将敢上床曼陀山庄 在下雷震 想请问是否 姓段公子和木轮公子 两位丫鬟来此 你是说阿猪和阿B吗 正是 你是阿猪姐和阿B姐的朋友吗 在下是那位段公子的朋友 用段公子被一个二合上 嘴感 信任阿猪和阿B兩位姑娘的帮助 才得以逃脱 他们的确在这里 不过夫人一命 人将阿猪姐和阿B带回花肥房 之前那位段公子 則被罚在庄内中商查 啊 这是为何 夫人最恨大理人 尤其是姓段的 那不是这位段公子懂茶话 早就被拿去当花肥了 不是夫人贵心 为何如此痛恨大理人 我们夫人姓王 向下上闯进来 用被我们夫人知道 定要糟糕 我看是你在阿猪姐 阿B姐的朋友份上 在跟你说这么多 不过能说到此 那连某还给多些姑娘咯 你快去吧 我现在颁发的是节目 创新奖 嘘有人 哎呀阿猪阿B 咦 这个人 怎么好像五辆三牙洞 那个鱼箱 妈 姐听听看 看我说些什么 你想跟我说什么 要是跟木人家有关 我并不听 妈 阿猪阿B 你这次不是有利来的 你就让他们这一回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有利来的 我找了他们的时候 你怕表哥 总是不理睬你 是不是 表哥 是你的亲外神 你 你何必这样恨他 就像姑妈得罪了你 你有不用 恼恨 老恨表哥 你怎么知道你姑妈得罪了我 他什么地方得罪我 妈 你 你就要恨姑妈家里 这次姑妈得罪了你 可是他怎么样得罪你 你就从而不跟我说 现在姑妈也过世了 你也不用再记他的恨 你听谁说过没有 你从而不许我出去 也不许外人进来 我听谁说啊 我是问你好 实际上坏人太多 杀不胜杀 你年轻轻轻一个女孩有嫁 还是别见坏人的好 欣赏那个心断的花匠 妈 你老了阿猪阿弊 那他们以后无论如何 不可再来辨识 我说过的话 其实有不作数的 你多说也是无用 我知道你为什么恨姑妈 为什么讨厌表哥 回来 燕儿 你知道什么 不用芒果 什么都说出来好了 姑妈都管你胡乱杀人 得罪了官府 又跟武林中人多结冤家 是啊 这是我王家的事 和他慕容家有什么关系呢 他不过是你爹的姐姐 凭什么来管我 我慕容家起码您来 就做了这 心腹燕果 妈 那是少林派的全被大臣盖帮的 马夫帮主 绝不是表哥杀的 他不会是委托组合所活共 是啊 这会儿他可上少林去 那些多嘴丫头们 这张巴巴的赶着你说 拿了慕容 北乔峰 名头倒是想象得起 可是一个慕容 会再加上那个邓百川 妈 你怎么想法子救他一救 你帮你盯个建议好不好 他是慕容家的一线单船 讨论他有什么不测 姑叔慕容家都断 中绝代 姑叔慕容 慕容家和有什么关系 你姑妈说他慕容家 还施水格成熟 胜过我们狼狂欲动的 那么呢 他的宝贝儿子慕容 妈 表哥 你越来越放肆了 出去 出去 姑娘 怎么了 你 你别跟我说话 我看电视夫人不答应 没关系 这么小个法子 妈没答应 那要什么法子可想 他 我表哥身为身有为难 他袖手不理 你懂这么多武功 为什么不自己去帮他 我只懂得武功 自己却不会死 再说我怎么能去 妈是绝对不许的 你母亲自然不会准许 可是你不会自己偷偷的走吗 我变成自行以家出走 后来回家去 爹妈也没什么折骂 这 你老是坐在漫头山中之中 不会瞧瞧画面的花花世界吗 那要什么好球的 我一直担心表哥 不过我从来没有练过武功 他当真遇上了凶险 我也帮不上忙 怎么会帮不上忙 帮得上知智 你表哥跟人动手 你在旁边说几句 带有帮助 这叫做旁观者清 人家下起快输了 我在旁边指点着 我从来没有出过门 也不是少爷是在东在西 我陪你去 你会想有什么事 你去与我来应付就是了 运不做 饿不休 躺着阿朱阿比 掌断了一只手 你表哥定要怪你 不如回去救了他们两人 是能一起变走 这帮人大力不到 我妈整个甘休 你这种胆子 事业太大了 既然如此 咱们吉佛的去走 任由你妈妈 掌得阿朱阿比一只手 日后你表哥问起 你只推不知道 我也不计 绝技不泄露此事 那怎么可以 这不是在表哥说谎了吗 猪鼻梁也是他的心腹 初想便不是他 要有什么好歹 他问我叫他王家 念不完 对不起 我尽力了 看来断修陷入请关了 可是这位王姑娘 好像比较喜欢他表哥耶 他我们要去花飞房 这么快就上去吧 没记错的话 你干什么 赶快放上小姐 忽然记错再见 那两个小丫头 的地 其实便砍了脑袋 总会叫我们去问话 夫人多少丫头 何必小姐青蓝 这就是中间古怪甚多 你没上门一下干什么 快分开我 小姐 我对夫人中心耿耿 不敢做半点措施 穆人家的姑太太 实在对夫人不起 说许多坏话 陪伴夫人清白 小姐我跟你说 姓穆人没一个好人 这两个小丫头 夫人定乃是不会香脑的 但小姐既然这么吩咐 但我去问夫人 你别去 先放开我再说 哼 你快放了小姐 断兄 我要助你 好啊 果然是串通好的 快放了人 想救人 先过老婆子这关 断育不用上场 你先等等 我们等他打一下好了 我们等他打一下好了 看他强不强 诶 还好 但也是问他吃个包子好了 诶 吃一个包子就赢了 好 多谢你们相救 我们得带这个爷妈去 免得他泄漏机密 我跟你们一起去 去求求他 求求他怎么样了 姑娘可去援手 但正在好也没有 那么这个爷妈也不能带走了 姑娘咱们先回 金香雪蟹 再商量整去寻公子好不好 嗯 就是这样 八三哥 你整来了 诶 王姑娘 他怎么跟你们在一块 我妈把阿珠阿B 关到花肥房 我想去救他们 就让爷妈妈给捉住 处境十分围棋 希望关公子和雷公子相救脱险 段公子建议我离家去帮表哥 他愿意带路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出走 是嘛 这位段公子这么好心 我求他有头粉脸留下滑掉 你可别伤了他的当 我伤了他 我伤了他什么当 哼 三哥 你还没说 怎么来这里 这里外人在 有些事情说不得 何况有头粉脸的小白脸 我个人是信不过 即使如此雷兄 咱们走吧 段公子 你切获神气 我们包三哥的脾气 像是这样的 他大号叫八五头 一定要跟人顶撞几句 才吃了肉饭 他说话如果不得罪人 日头是从西天出来了 包三先生说过油头粉脸 靠不住的很 你们木龙公子呢 相貌却跟包三先生差不多吗 哈 非也非也 我们公子爷 比冠雄哥可英俊得多 我们公子爷相貌 英气勃勃 虽然俱美 很多人就龙包之美 可大不相同 至于序序在下 真是因而不俊 一般的英气勃勃 却是丑陋意象 八三哥正在说笑 公子派我去福建办一件事 那是暗中给少林派帮一个忙 至于办什么事 那等这位断雄走得照才可以说 我们既跟少林派交朋友 那就不会随便去杀少林似的和尚 何况公子也从没去过大理 古苏慕隆无功虽高 万里有发出鬼头举 全力取人性命的本事 怎么还会练成 包装此言道也言之有理 非也非也 不是我话说的有理 而是实情如此 断雄指我的话有理 倒是实情未必如此 只不过人言善道 说的有理而已 我昨天回到苏州 遇到丰丝底 哥倆一路琢磨 第这种环包高子 跟古苏慕隆过不去 暗中山 让人家把这帐 取到郭苏慕隆帐上 有价可打 何乐不为 诗哥已经开心了不得了 那这事求是不得 非也非也 四天要打架 怎会求是不得 他是无求而不得 左边点一下 就是会假打了 你跟风诗哥 琢磨出来什么没有 是谁暗中再跟掌母过不去 第一 不会是少林派 第二 不会是改邦 因为他们副帮主 马大猿可能又索侯傻了 首公是马大猿的成名绝集 上了马大猿 上了马大猿 没有什么打不了 用首公上了马大猿 断了之后叫我 孤苏慕隆 断雄 你连连点头 心中点之首公 我这句话 倒也有理 非也 非也 第一 我只不过点一点头 而非连连点点头 第二 那是实情如此 而非单指包兄说得有理 好 你这是以笔之道 还施彼身之法 你想投入孤苏慕隆 或一枪 用意和宰 是看中我的阿B小妹子吗 三哥 你哪下山化石 我可没得罪你啊 非也非也 人家看中你 那是因为你温柔可爱 我身上说 为了你没得罪我 要是你得罪我 三哥 你没欺负我阿B妹子 公爷 二爷 传心来 我看看 二哥有心来 所吸一下 给我一品堂的大批好手 突然来到江南 不知是何用意 又打出阿B两位妹子去查查 西下一品堂的人 也要跟咱们为难了吗 对头可越来越多了 为了也被一只贵头 不过他们来到江南 总不会是来游泳上关税 好久没遇上高手 又是盖班 又是西下一品堂 这一次可热闹了 早就听说西下一品堂 Solo好手着司不早 若有王姑娘同去 只要看着鸡眼 就清存他们的底细 好鸡好鸡 我们快去吧 咱们今晚办好这里的事 感知何难 不要让公子爷去回来 路上错过 还有那土方和尚 不是在 我那边乱的怎么样 公爷二嫂一派人去查过 那和尚已经走了 你放心 下次三哥 再帮你打这个和尚 就只帮王姑娘跟着咱们 王夫人下次见到我 非和和骂我一顿 是啊 那王夫人得知 是我熟悉的王姑娘离家 可以也不妙 信断的 你这就行便吧 我们谈论自己的事 似乎不用你来 加上一张嘴巴 王姑娘 阿祖阿鼻娘王姑娘 在她这边告辞 后会有期 台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 不如今晚在这歇数一休 歇数一消 明日再走不迟 今天走 明天走 那也没多大的分别 告辞 即使如此 我派人送你出湖病室 也不用了 我自己会滑出去的 你不认得湖中水道 可怕我带好吧 小心别撞上那个和尚 你们还是赶紧去和 我们公子相会为时 我在撞上和尚 最多不给 不过给他烧了 我又不是你们的表兄表弟 公子少爷 河淘刚缓 段公子 你为什么不高兴 可是我们相待 太过减慢吗 我们包三哥 像是这般脾气 段公子不必太过介意 我和阿鼻妹子向你赔罪了 段兄 咱们一块走吧 让我把悟统说话 当真令人不愿 段兄不必过于亲门 我段欲受五亮剑和神龙帮骑离 为狼海二神逼迫 为年轻太子囚禁 给金文师俘虏 在梦头上装当花像种花 所经营的种种苦楚 着实不小 但我有如此这般的怨愤气能 算王姑娘出口 请我多留一宵 阿鼻 阿鼻也因请游离 段兄是否对那位王姑娘心仪 这位王姑娘 只在向前五亮运动上 那位神仙姐姐 不怕你们见笑 我一见到她 就像是人魂似的 眼光十难一开 我从小就有刺耳的称号 一旦明昌什么 便查过是放不响 像一经起义 入境 段哥哥 这会是对王姑娘动心咯 这个 段哥哥 你是不是被打翻出毯子了 我 我段昱突然没有 尝过嫉妒和羞慕的滋味 今天算是头一招了 我反而看到木鲁公子 影子在听过向我冷笑 他似乎在鸡巢 段昱啊段昱 你只能 直接上我身上一个寒蟆 你对我表面有意义 可不是对辣寒蟆想吃天鹅咯 段昱哥 你别 别这么贬低自己 是啊段昱 莫如此沮丧 沙沙 东风细雨了 芙蓉堂外有青雷 金蟬 我刚好违念 果烧香鹿 玉虎牵狮疾 段昱 死态死态 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今日倒让雷兄看笑话了 风波不幸 凌之落 月露誰叫桂叶小 直到相思无意 未仿愁伤是轻狂 好的未仿愁伤是轻狂 雷兄你我真是有缘 然而今日 在我们家太湖水上 皆为金蓝兄弟如何 甚好 我雷家一脉单传 弄一个兄弟 当真求之不得 再向连一十八 不知乱兄贵根 我比你学长一脸 贤弟 兄长 太好了 我也想要一个哥哥 终点 其实你和晚期妹子一样 也是我的好妹子 诶 大哥 你是说 我是说 我会把你当作妹子 一样看待 你尽可能叫我哥哥 好啊 哥哥 好妹子 大哥 刚才你说凌格和木姑娘一样的意思是 贤弟可鼓过草池懒斗池 呃 嗯 本是孔顿生 贤弟肚明即可 莫样言明 脸图真纷老 嗯 你们说的什么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 好 今日先悠后喜 再带来一次 并听闻无喜松二楼之名 不如咱们这道无喜松二楼去一场加油如何 嗯 就一大哥 ok 这不是曼陀山庄吗 是啊 我有点是要找王夫人 我王夫人有点过前 不方便进去 啊 就这样就放我 放我进去了 哇 哪颗 而 带过个人 闻 busy 我 玩 来射荷兰 赶上场漫陀山庄 胡如不耐烦 这还雷震贵的固然士 而无漫陀山庄 收藏天下五血密集 雷某有個不寢之情 我生平最痛哄的大鯉人 這就是貴州人 不是大鯉人 真前鼠巴都算大鯉人 大鯉今晚五百里都算是 再也不管 把你做成花匪 夫人且慢 今天我把話說完 不過是基於本庄的五血收藏 你這種人我見多了 雲桌請家在主場五虎斷門刀師算七招 這要說債主所說 向夫人節約 與我何干 大鯉人本是請家在所有 這不過是誤會援助啊 夫人看一個條件吧 只要能力所及 雷某一定允諾 那好 我喜愛收集奇珍茶花 想要大鯉人就以茶花的幾品十八血式來換 然後這個王夫人 就是仗霸所說的王夫人 好 現在的方法 醉一下男主角了 許光漢 想見你 感覺許光漢就是會得啊 真十八血式十八朵荒 沒朵的型貌顏色都不同 小事 就把五虎動不到的缺招刀骨拿來 拿去吧 叫什麼特別茶花 竟然拿來啊 王夫人開心 大家都開心 有見到神仙姐姐了 讓我心者 今日之日 都會懷憂 小娜手邊在此團譜 足足刻上一個牽頭 真是如此 賢弟 萬末笑我 你這是我哥哥的癡性 不過原因如此 才拿到北門神宮的密集 是啊 要不是兄長這副性情 是不是你這密集變有蠻地下 咦 兄長發現什麼了嗎 這是 那時怎麼沒發現這個 賢弟 暫時你來看吧 我沒興趣 這什麼 什麼生死符的武功訣竅 你看吧 嗯 生死符 以陽剛內力 負責陰柔 三分癢 七分陰 幽霍六分陰 四分癢 雖指陰陽兩氣 但先後秩序記憶 習得生死符 兒子啊 你跑哪去 這些人是娘找你找的好苦啊 老婆婆 你認錯人了 我不是你的兒子啊 像你娘都忘了 可是你爹還臥病在床 不知還能活多久 快快見你爹吧 賢弟 我們去看看吧 或許能幫上忙 見了一命 似到稀奇浮屠 我們跟老婆婆去看看吧 老伴 你帶什麼人回來了 是你兒子 兒子回來了 是真的 兒子回來了 你和兒子聊聊 我先幫你建議啊 老爺爺其實還不錯 不像得重病啊 是嗎 老爺爺 你可不可以大夫看過 我只是著涼 說點風寒 可是老婆說你得重病 他整天在外面 看到你這麼大的小兒子 當著自己不見的兒子 他兒子不可回來 就是我快死了 可是這麼久 倒是頭一會有人跟著我老婆回家 你們真善良 兒子在聊什麼啊 兒子說他現在在行商東奔西跑 沒法常規家 是啊 你說我多說他照顧 好孩子 難得回家多住幾天吧 不了 有一貨趕著送往開封 我們得馬上出發 要常回家 這雲璽跟你大身上 還有一千娘做為盤產 那怎麼行呢 我不是你們真正的兒子 有你這種假兒子也不錯啊 這樣吧 我幫你把兒子找回來 這雲璽有一千娘 我就讓你兒子交給他 我們的兒子十年前就淹死了 爹 娘 我會常回來的 段秀 怎麼跟你一個魚 一起合一千娘就嫩爹娘了 這不是錢的問題啊 我會笑死啊 因為是第二次才給五十兩啊 剛剛要第二次之後 不如讓我見識一下雷煞小功夫 我沒有狀態了 好吧 讓他打死我 打出的話會 打出的話會 拿到心法 雷布三絕 欸 我又有狀態了 欸 我又有狀態了 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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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 打死破 打死了 打死了 分屈 對 烈布山遊戲心法沒錯 自信角色 自信的角色 想知道我何人 最先抱上名乃 看这个霸王大好不知道我是谁 关闭就有三分 本身江大也大道江眼就是你啊 小蛙可别下尿裤子 我可正要找你呢 你在这里带杀人性命 你杰人钱财 我不光伏之命 取你向上的人头 不知你要判我几分 我的雷震 贵州人士 你最后过要杀人无数 哪怕光伏没有悬赏 我一取你姓名 不用到一次只能杀一个人 达官显会战的权势 残害千万 官兵以战法律七善 你又想做官府的走狗 亦不会有你为虎作仓 我现在办法节目导演讲 第二个 第二个会拿到他的武器 在我的刀切毫不善胆 直言不讳 也就雷少侠了 你给我结伴我义兄弟 那我醒不易 天诛地命 这是什么啦 我只是为了拿这把刀而已 西楚霸王项羽尝试给大将金布之宝刀 后来音项羽声名大招称霸王刀 中三十斤 挥动起来霸气十足 情报主我们来了 要再组 事务乎中门到了缺招刀谱 真的是 我今天在以后 赢光府就不用怕 多谢雷老弟 让我教你内功心法 心意气 毁元功 好 走吧